不是我说你们 这样的你们也进苹果售后部 你真当那些人是吃素的 大家好 我是曹师傅 我们都知道 就是苹果的新机器 一般它都有一年的质保 那咱们手机出了问题之后 无口后悔 就是进售后部去保修 这是正常的 但是你说你们摔过的这种机器 或者是什么进水的 这种你就别去浑水摸鱼了吧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台 去浑水摸鱼的 没错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 这台插头模式的苹果11 就是被售后聚保回来的 从外观上来看 这台手机还是非常新的 并没有看到哪里有磕碰 而且据客服描述 机器还在保 那么售后部 为什么会给它聚保呢 据说苹果售后部 不管机器啥问题 它们都要先过一遍软件 所以我猜想 这机肯定是硬件有问题 刷机不过 所以送过来的时候 才是这个插头模式 为了验证这个猜想 我们也来刷机测试一下 果然 在刷机进入条过一半的时候 我们首先发现了第一个问题 持机无机带反馈数据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没有机带 警觉者在多等一会儿后 出现了红色字样的爆错 有问题 那咱就要想办法维修啊 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拆机 有朋友好奇的问我 你们修手机一定非常赚钱吧 这话一听我就知道是个局外人 我反问他 你们修车难道不赚钱 怎么说呢 本来修手机还是能赚到钱的 只不过后来手机店越来越多 现在变得就跟为人民服务差不多了 手机拆开后我们可以看到 内部还是非常新的 并没有看到哪里有维修的痕迹 所以我更加的好奇 为什么会被聚保了 相信大家也都明白 售后一般不会无缘无故的聚保 当然我本人有幸亲身经历过一次莫名其妙的聚保 刚激活的机器就给我判刑 那气得我是牙痒痒 去社会部大吵大闹的三天 只为了一个凭什么 后来也免费给我换了新的 并且给我道歉了 我这才心里平衡了 好了好了 我们还是来说这台手机吧 这怎么还越说越远了 不仔细看 我还没注意到这个屏幕 来我们镜头拉近一点 大家有没有看到不一样的地方 难怪社会部给它聚保 说他人为 这明显就是摔锅的机器嘛 想到这里 我在心里大胆的猜测 他该不会是换了厚壳进去摸的鱼吧 只是你这弄得也太明显了 连我这个三十几岁的小孩子 平衡员都看出来了 来吧 我们继续拆机 今晚能不能吃顿好的 就看这台机器了 也不知道这面容目前是好是坏 但还是得给它做好保护啊 无情的八月悄悄过去 占星的九月大不迎来 不知道你们的八月份过得怎么样 反正我过得挺凄惨的 如果某天 你们要是碰到我 厄运在大马路上 请先不要不打120 你们可以试试 在我耳边轻轻的说一句 曹师傅 我要修手机 我想我应该就会立马醒过来的 主板猜出来了 和我心里预想的一样 板子果然局部有开口 有开口 那么板子不出意外的话 也会有变形和掉点 这个定律好像一直都是这样的 如果这类机器掉点不多的话 那也勉强算是一个好弄的活吧 如果掉点多 那就另当别嫩了 好多朋友问我 最近为什么都没有更新视频啊 是不是因为没有机器修了 如果是的话就给他说一下 他好把自个儿的手机摔了 寄过来给我修 在这里我谢谢你哦 那年作宝负海绵撕下来后 先给它放好 一会儿要是机器修好了 咱还得给它贴回去 我们快速的分开主板 果不其然 我的直觉没错吧 主板的确存在弯曲掉点 而且掉的这几个点 还是有用的点 老规矩 先把上层用吸吸袋走一遍 处理干净再说下一步 有朋友对我说 感觉我们修手机这行挺好玩的 东西坏了 缝缝补补又是一年 我当时就反驳了 我们缝缝补补是为大家节约 怎么它就变成好玩了 如果你要是说 现在的人离不开手机 我倒是挺赞成的 俗话说 一机在手 天长地久 机不在手 魂都没有 自从到了这次疫情 我更加的相信了 不旅游 能活 不出活 也能活 不买新衣服 不逛街 都能活 唯独没有手机这玩意 它就活不下去 你说奇怪不奇怪 上层掉落的点 我们用刀片都要一一刮出来 在刮点的时候 手一定要轻盈 不要用蛮力 刀片最好随时更换 保持最锋利的刀尖 掉落的焊点也不是很多 就几个而已 我们三下五除二就处理完了 所以也就暂且当它是个简单活吧 在处理这些点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吸浆慢慢吹成球的方法 这样有助于这些焊点更好的上吸 清洗干净主板 我们把下层脱平后来窒息 因为子机主板有点弯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吸珠汁的稍微大一点点 这样有助于弯曲的这一面接触的更好 主板贴合好后 我们可以用嘴快速的进行降温 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只是弯曲的这一面吸珠有点点没下去 算了 我们来给它进行单独的按压吧 等待主板冷却 听到这响声 这结果 呃 我们尝试把刚才按压的区域加热后 让它自己往外回一点点 结果还是不行啊 我们又把主板分成 测量的主板没有问题后 把图中相对应的上下层的焊接点都脱掉 再次贴合好 好了 这次搞定 没有听到凡人的打表声音了 清洗干净主板 我们来装机测试 手机没电呢 我们给它充点电费吧 之前我们讲到 这台手机因为刷机会爆错 也就是说 机器它是没刷完机的 所以是箭头模式 那么我们修完后 还要再次进行刷机 趁着刷机的时候 我来给大家提一个醒 都知道最近网上很流行改装壳子 什么X改11的 X改12的 还有什么改12Pro Max的 真的是印证了那句话 做人不能太攀比 要比就比苹果几 但是你们知道 这种改装机的弊端吗 还有好多朋友问我 这里能不能改 我都是统一回复的 不玩这种改装 因为问题实在太多了 不要为了那点点面子 而去折腾呀 到头来还是折腾的是你自己 做人嘛 坦诚一点 大不了你另一半给不了你的 我便宜点给你咯 刷机途中很顺利 没有出现任何的报处 手机也成功的来到了账号界面 此机因为设置了二部验证 所以我们可以用开机密码进行激活 好不容易问到了机主开机密码 但是却都是错的 在这点上我还是比较佩服 这位大哥这记性的 自己的密码都记不清 这是究竟改成了哪个 算了算了 我们把卡槽给它装上 重新开机 插入一张手机卡 可以看到信号是正常的 眼看着开机密码 都要是因为输入次数太多而锁死了 终于大哥好不容易的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激活后你们也知道我的习惯 第一个是面容 不管是摔机还是进水机 这好像成了我不变的规律 还好 面容一切正常 只是当我们测试到后项头的时候 哎不说了 这机主又得摊上一笔 好了 今天这台摸鱼失败的苹果实用维修视频 就暂且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 想问的 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哦 来我们镜头拉近一天一天 看一下信号 好了 信号这些的也OK WiFi这些功能全部正常 但是呢 照相头可能坏掉 不过有时候我都想个问题啊 你说这些人咋想的呀 那这样的也敢去社会部摸鱼了 如果是这么好摸的话 那我也想去摸鱼 哈哈哈哈哈哈